一说到倒车 可能每个行手都比较头疼 尤其是在这样的窄路 你还一道倒车 你前进的时候 你都感觉比较困难 有的朋友可能说也撕滑 但是如果让你倒车 你会觉得非常的难 但是有的地方 你又不能不到 很多朋友的口号就是 我可以前进10米 但是不能倒吞1米 这个是很多行手朋友 公认的一点 新手朋友要想把我们的车倒好 这个技巧 大家只要写会以后 你再来倒车 也特别的简单 尤其是很多朋友 在这样的转移倒车时 掌握不好 我们就打得时间 要么车头刮踢到墙 要么是车尾撞到墙 我们在倒车时 首先我们要记住 我们要贴近我们的弯道 这个时候我们的车 是不是还是要往左甩 我们是跟进 我们的车尾的弯道来看到 来我们贴近 首先是一贴 让我们的这个车辆 贴着马路边缘 或者是让车尾的这个后颜 贴着我们的这个弯道 贴的叶近 那么另一侧也就叶安全 马巴是这样的窄路 只要不掉下马路牙子 那么我们贴的叶近 我们也就叶安全 退的时候咱们看 我们的这个弯道 是不是又往右了 就是屁股往右甩了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要记住的时候 又要看右侧后之境 但是这里先操作好 前面的车头 我们不刮 在后面的我们就是尽量的叶贴近 只要它不刮 贴的叶近叶好 这里贴了过了 那么我们要看右侧的后视镜 右侧是不是 让它贴的叶近叶好 不然等一下我们打轮的时候 很容易吃亏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过来了 是不是还有一点风吸 那么只要不刮 再来我们把它往后退 贴的叶近来我们边走 什么时候打轮 看着咱们的这个后视镜的前面把手 当它和障碍卧 也就是我们这个弯度 最贴近的时候 来我们慢慢的打轮 慢慢的修我们的这个方向盘 只要不刮蹭到 我们的这个车身 你就不用管车尾不用管 我们的车头 你也不用担心 会刮蹭 一面 我们是随走随打 我们的这个方向盘 咱们可以看一下虽然贴的很近 但是我们的这个车辆 是不会刮蹭到后方障碍路的 而且我们的车头也没有刮蹭到 后面咱们可以看弯道出来了以后 我们就要看左右的后视镜 来两边都已经是咱们的这个 两边都能见到后面的路 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回正方向盘了 但是这里我们就要记住 如果我们的车尾要往左甩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动的时候就要让我们的这个车尾往左边贴 如果我们的车尾要往右甩 是不是 那么我们的这个车就要往右边贴 来 我们要让我们的车尾往右甩 那么就让我们的车尽量的往右边贴 把轮实际也是参考前门把手贴的液进 前门把手和障碍路底部重合以后 我们再慢慢的打轮慢慢的修我们的这个方向盘 虽然贴的墙很近 但是只要在后视镜中看到不刮刺 我们都会放心大胆的退 不用担心 我们的这个车辆会刮塞 这样 咱们可以看一下 是不是 哪怕是在这样的狭窄道路 我们只用了一个贴 一个壁让 弯度在哪边 我们就往哪边贴 障碍物在哪一方 我们就往哪一方贴 你再来倒车 你就会发现特别的简单